很多粉丝私信我说一定要来拍这个咖啡馆 很多博主他们都瞎说你是导游你来讲 OK 不过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你知道曼谷这边的电动车竟然能开到76米 我的电动摩托 你能理解吗 我靠吓死我了 所以为了你们我这是挺拼的 记得关注点赞 最早是一个公共浴室 后来慢慢慢慢的改变成了一个咖啡馆了 这是它的大门口了 还有门位 它是在这么一个地下 它这不让拍照 不让人妖精 不让带水 我这瓶水不能带进去了 从这出来了 其实跟网上说的我觉得有一些不一样 等我走远点跟大家说 网上说这里边有很多他们当地的白领是吧 职员下边以后会来这消遣 当朋友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进去以后发现应该没有兼职的人 看他的表情还有状态 他里边就跟一个足球场似的 你能理解吗 中间一个吧台 跑道上全是女孩子 你在里边绕 我刚才看到很多的日本人 很多韩国人 也有部分的中国人 这些女孩长的 在泰国人里应该还算还行 其他的没什么 里边可以吃饭 上厕所要食猪 进去了拐弯 人拦着你必须买一杯水 你不买水是不能在里边坐着的 关注我的女粉丝嘛 你们的老公一定不要来这里 而且在这边尽量不要主动去和和你友好的中国人去沟通知道吗 因为大家都在喝东西 喝东西你就容易倒地 OK满足你们的愿望 还想让我拍什么 记得给我点关注啊 你找不到我耳朵